Picker组件可以在屏幕的底部弹出一个可以滚动选择项目的东西 它的Mode属性可以去设置这个选择器的类型 我们可以先在一面的初始化的数据里面 去给这个Picker组件去准备一组数据 添加一个Items 里面可以添加几个项目 中国 泰国 还有日本 再添加一个表示当前选择值的那个数据 这里我们可以叫它Pick 然后我们可以先让它的值等于0 我们可以使用Picker组件的Change时间处理 去动态地设置这个Pick的值 比如一会儿我们会用一下这个InputsHandler 来作为Picker组件的Change时间处理 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去用一下This的SetData 去设置一个数据 这里要设置的就是Pick这个数据 对应的值就是Invent下面的Detail下面的Value 这个视件的Detail下面的Value属性就是Picker变化之后的那个值 回到视图文件 这里我们先添加一个Picker组件 里面用一个Ringe这个属性 它的值就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一个范围 或者叫可以选择的项目 这里我们给它绑定一个Items 然后再BindChange去绑定一个Change事件 用一下InputsHandler来处理 再用一个Name去给这个Picker去起一个名字 比如我们叫它Picker 它里面再包装一组View 线套一个Text 这里可以输出Picker当前所选择的那个项目 绑定显示Items里面的那个对应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索引就是当前Picker所选择的那个项目 这里用Picker来表示 再回到小程序的样式文件 可以给Picker去添加一点样式 回到开发者工具 点开这个Picker 在屏幕的底部会出现我们给它绑定的这组数据 这里我们可以滚动地选择某一个项目 再点一下确定 这个Picker上面会显示当前所选择的项目